OK 好了 咱们继续 比如说这个是干啥的 给你说一下 这是获取最新的软件列表 获取最新的软件列表 获取最新的 最新的 最新的软件 软件包 软件包列表 那么安装软件是 sudo apt get install install 这是xxxx 这个软件名就写xx 这个就是安装 安装 xxxx 软件 命令 那么卸载了 它就是什么 remove sudo apt get remove remove xxxx 这个是什么 卸载 它全是通过命令完成的 卸载 卸载什么 xxxx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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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看一下ls 有没有跑火车 ls 抛火车的 你看到没有 ls是跑火车 如果你的ls不能跑火车 你就可以干嘛 sudo apt get 干嘛呢 ls sudo apt get install 干嘛呢 ls 安装一下 这个命令 注意哈 这安装的时候 它不 它干嘛呢 就是输密码 这个不带回显的 什么叫不带回显 你输了过后 它没有反应的 123456 敲回这就行了 他说啊 你已经安装了这个软件包 你看到没有 是已经安装了啊 升级了零个软件包 新安装了零个啊 就说说明这就情况 表示明已经存在的啊 就下列软件的包 自动安装啊 自动安装的 已经有了 这哈 注意 那么我可以把它卸载掉啊 输度啊 apt啊 get啊 什么呢 remove啊 untable 会自动补权 然后叫做lsr啊 那这时候呢 你看它去 y啊 y就释放空间啊 y啊 释放啊 它不停的卸载了啊 卸载了啊 卸载过后呢 你看一下ls 再敲一下 它说啊 你程序ls 尚未安装 你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你看到没有 怎么安装 它会告诉你啊 是这样的安装 那么你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这时候啊 你再去安装啊 卸载过后啊 再去安装 敲回车 那这时候呢 它都在给你安装 你看不停的获取啊 不停的获取 也不需要啊 做任何东西 它自动给你安装完成啊 自动给你安装完成 那么这时候呢 你看ls 这时候呢 它又可以开火车了啊 又可以开火车了啊 比两个都会开车啊 OK啊 好了 这个是注意啊 这个没事啊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啊 因为后期呢 有什么软件 我们都会让大家呢 通过这种方式去安装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还有呢 嗯 终端啊 这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啊 我们打开中断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 打开中断的时候呢 每次打开这个中断了啊 你看我右击的时候 它没有打开中断啊 它没有打开中断 不要到这里面去找 在对系里面 搜索里面啊 按TR啊 好 这是一种方式 打开中断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什么呢 快捷线 Ctrl加Alt加T啊 它也可以打开中断 那有的时候呢 我想右击打开中断呢 它需要安装一个插件 叫什么呢 速度AppleGetInstall 这个东西啊 这是叫什么 右击打开转断啊 你看 这个是啥呢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 这叫右击啊 右安装右击 在中断上打开工具啊 这个呢 也可以给大家练习一下 安装嘛 练习一下安装啊 这个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命令呢 什么命令呢 这个呢 我就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那这儿呢 直接给大家 给到放到群里面 你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去安装一下啊 安装一下就行了 那安装一下啊 我也去安装一下啊 我也去安装一下啊 那么首先呢 打开中断啊 打开中断 TIE啊 干嘛呢 直接啊 复制粘贴进去就行了啊 复制粘贴 那谁记得住这么命令 这么长吗 记不住的啊 密码123456啊 这时候它会给你安装啊 不停的给你安装啊 你看 我的速度还挺快的啊 我的宽带是100兆的 还算不 这不是很快的 安装好了过后 安装好了过后呢 一定要注意啊 它说要什么 要注销好像是啊 我看一下啊 不用注销行不行 安装完过后了 不行 要注销 那注销怎么注销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需要注销啊 需要注销蓄理机 如果蓄理机卡的 就别别做这个事情了啊 需要注销啊 需要注销啊 注销啊 需要注销 那么注销怎么注销呢 这个地方啊 UG啊 这里有个注销啊 这个地方就有个注销啊 这个注销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啊 有个注销啊 单击这个地方啊 单击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注销啊 选择注销一下就行 注销一下就行 如果你觉得 你的蓄理机不卡的 可以这么尝试啊 这么尝试 如果蓄理机卡的 我建议不要去尝试了啊 你要开个蓄理机的半天啊 梁哥的蓄理机还好啊 注销啊 确定注销啊 注销啊 它很快的啊 注销就很快的 一会儿呢 就就开箱 你看输密码 密码是123456 翘回射 不要输到客户访问啊 客户会话的话 密码都不用输啊 好 这时候呢 你看我这个就进来了 进来过后呢 你看一下 UG 看到没有 在中端上打开 直接就干嘛了 就弹出中端了啊 UG 你看到没有 在中端上打开啊 这是在中端上打开啊 中端上打开 那么这是什么呢 就是UG啊 直接UG 桌面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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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什么UG UG就行啊 桌面UG就行 这这个啊 这这个 未发现软件报 你这个未发现软件报 那就说明 你就没有更新过啊 没有更新过啊 更新过 还有呢 你是不是我的这个Ubuntu啊 是不是我们的 是不是用的 我的Ubuntu啊 更新员有没有问题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如果你的更新员有问题的话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打开中端啊 UG打开中端就是这个啊 撕开啊 就是这个啊 是的 是的啊 注意啊 这个软件呢 不一定非要安装啊 有安装的话就方便一点啊 但一定要保证你的网好使软件更新了的啊 更新了它才能找到啊 不然的话它也是找不到的啊 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必须先要更新啊 速什么速度applicate update 然后再去安装这个东西啊 安装这个东西啊 OK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Samba啊 Samba啊 Samba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干嘛的啊 就是说我们的Samba服务器啊 是在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间 架起一个通信的桥梁 然后使用Linus操作系统 使用Linus系统和Windows系统的之间 能够通信啊 能够通信啊 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Samba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介绍一下Samba啊 Samba 这儿来介绍一下啊 第二个Samba服务器啊 Samba啊 我们常用的服务器 Samba服务器啊 Samba服务器是干啥的呢 啊 Samba服务器啊 服务器 Samba服务器干啥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是这样的 它的服务器就是在Windows下啊 在Windows下啊 在Windows下干嘛呢 访问啊 在Windows下 访问 访问Uban2的资源啊 访问Uban2的文件啊 文件 Uban2的文件 就是说现在我的蓄理机啊 这里面有 这不是文件吗 文件 对吧 现在在我的蓄理机啊 可以去操作啊 可以去操作 伙伴们啊 那么最简单方法是什么呢 最简单方法就是 把外界拖过来啊 如果 如果可以直接拖 直接往里面拖就行了 但是如果这个蓄理机啊 在库房 将来出去工作啊 将来干嘛呢 假如说啊 将来出去工作啊 将来出去工作啊 一定要注意 假如说啊 这是我们的服务器啊 在库房里面 而我们呢 在工位上 办公 工位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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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位上办公 那你不可能直接拖到服务器 库房了 库房都是被锁住的啊 这时候叫远程开发啊 远程开发啊 远程开发 那么远程开发怎么办 我要访问这个服务器质量 你们说老板 把钥匙给我 然后拿个U盘 把资料烤出来 在你的电脑上写 写完过后呢 老板把钥匙给我 我又干嘛呢 拿个U盘烤到这上面去 或者老板 把钥匙给我 机房里面有空调 我坐在里面 拿个小马达去写 肯定不行的啊 说实话远程开发 需要三把服务器啊 那么三把服务器呢 但是一定要 三把服务器一定要注意啊 三把服务器 一定要保证你的网络是通的啊 它是通过网络的形式啊 它是通过网络的形式 在Windows下访问U盘烤 在Windows下访问U盘烤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什么呢 诶 你的什么呢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网络是好使的 所以说先干嘛呢 就是先测试 测试啊 测试什么 测试 测试U盘烤 和XP啊 我就简直和Windows吧 和什么呢 Windows是否网络通畅 是否 是否网络 通畅啊 网络通畅啊 网络通畅啊 网络通畅 那怎么测试啊 就是在什么呢 它怎么测试啊 就是在什么呢 在U盘烤的 终端啊 在U盘烤的终端干嘛呢 拼啊 拼什么呢 写个拼命令 拼什么 拼Windows的IP Windows的IP啊 就这个这个动作就行了 那么如何去查看Windows的IP呢 就是查看 你首先要知道 Windows的IP是多少呢 Windows的IP啊 查看Windows的IP啊 这个你们自己看自己的 Windows的IP怎么查看呢 很简单 这儿你的右下角啊 你的右下角 是不是有个电脑 右肌有个打开网络设置啊 右肌打开网络设置 右肌啊 打开网络设置啊 两个呢 笔记给你做一下啊 右肌打开网络设置 打开网络设置啊 一定要注意啊 右肌打开网络设置啊 如果不通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它的事情了啊 不通的话就没必要了啊 那么这时候 打开网络设置 那么打开网络设置过后呢 再看什么呢 它就会出现了这种界面啊 这种界面 那这种界面有个更改实配器啊 更改实配器啊 这个地方啊 更改实配器啊 一步步来啊 更改实配器 这就查看我们Windows的啊 查看Windows的啊 那更改实配器 单击过后了啊 单击过后了 我们再来干嘛呢 就单击过后了 它会出现啊 出现一些连接啊 出现一些连接 那这些连接大家看一看啊 那这个看到没有 都是什么呢 WeChat啊 这是虚拟化的 你看这是就是虚拟化的网口啊 这是虚拟化的网口 看到没有 虚拟化的啊 这是我们虚拟机的啊 你不管它 那这儿呢就是以太网啊 有以太网啊 如果没有以太网 你是用了无线的话 它就有无线连接啊 应该无线连接啊 我用的是有线的啊 以太网 说到这个地方呢 是右肌 有太网状态啊 状态 这个地方呢 干嘛呢 右肌啊 以太网状态啊 这是状态 选择状态 就可以查看它的IP啊 注意这个地方是右肌啊 右肌以太网啊 右肌以太网 以太网啊 以太网啊 右肌以太网 那么右肌以太网啊 注意哈 这个地方 右肌以太网 那么右肌以太网 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右肌以太网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啊 实配器啊 右肌以太网状态 那状态呢 有个详细信息啊 这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啊 有个详细信息啊 可以看一下啊 详细信息啊 再单击一下详细信息就OK了 详细信息 那么详细信息呢 在里面呢 你可以单击过后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详细信息里面呢 单击详细信息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界面啊 这样的界面 这就是网络参数啊 网络参数 而你的Windows的IP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啊 IPV4啊 就是192.168.1.189 你们试多少是多少啊 你们试多少就是多少啊 肯定是和我这个不一样的啊 和我的不一样的啊 那这时候呢 就是什么 我的IP192.168.1.189 所以说得到什么 得到 得到 得到什么 得到啊 得到得到什么 得到得到什么 得到Windows啊 Windows IP啊 Windows IP Windows的IP啊 这就得到Windows IP了啊 得到Windows IP是多少呢 192.168.1. 多少呢 1.189啊 189 189啊 那这是 这是查看我们的什么呢 查看我们的Windows的IP啊 Windows的IP啊 你看 看到没有 这就是哪儿不会点哪儿啊 哪儿不会点哪儿 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哪儿 哪儿不会点哪儿啊 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 Windows IP看到过后了 我们接下来干嘛 查看Uban2的IP啊 这样就要查看Uban2的IP 两个IP都要查看到啊 查看 查看Uban2的IP 那么查看Uban2的IP啊 直接通过命令去查看就行 那什么查看 就是If Configure啊 If Configure啊 你可以记录一下 这个命令是干嘛呢 就是 获取啊 获取 Uban2的 网卡信息啊 网卡信息的啊 所以说你看我们 在我们的终端上啊 在终端上干嘛呢 打开终端啊 If Configure啊 If Configure啊 If Configure 敲回撤 那这时候呢 就会得到我们的网卡信息啊 得到我们的网卡信息啊 一点注意啊 得到我们什么网卡信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的网卡信息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什么呢 Innet地址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IP地址 19.168.1.139 这就是我Uban2的IP啊 这就是Uban2的IP啊 就看到了啊 就看到了啊 当然了 也可以通过IP Configure去查看啊 IP Configure去查看啊 那么也可以通过IP Configure 但是这种IP Configure去查看的时候呢 这是通过图形界面 如果对方不通 对图形界面不熟悉的话 尽量不要选择这个 因为这个查看啊 我知道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那这种查看呢 是特别的麻烦 你别小看这个IP Configure 你也可以去查看 你去找哪一个 特它是不是直观的 你看我这有多少网卡 我这有很多网卡 你看以太网市啊 那这就是我的 要找到的 19.168.1.189 如果你对它不熟悉 还有无线网卡 还有什么 无线本地网卡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还有以太网南亚连接网卡 还有什么 以太网虚理机网卡 这太多了 你看172点 172点啊 这些东西啊 有这么多网卡啊 所以你不知道找哪个 所以说用图形界面 Windows用图形界面 更加准确的定位 当然也可用Configure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是得到的 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Uban2的 Uban2的IP IP是啥呢 IP是192.168.1.139 好伙伴们注意到没有 仔细看一下啊 这两个看一下啊 这两个对照一下啊 对照一下 我们来看看 Uban2的IP啊 得到Uban2的IP 那么Windows的IP 这是Windows的IP 大家看一看 前三个都是一样的 就说明你的网 你的虚拟机和你的Uban2 是在同一个网段 前三个是一样的 就在同一个网段 也就说明你用的是桥接 否则的话 你用的是Net模式啊 这是桥接模式啊 桥接模式才有的啊 桥接模式 那这次呢 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了 那测试的时候 怎么拼通啊 首先是什么呢 Uban2 一定要两方拼哈 Uban2拼什么呢 拼Windows 那Uban2拼Windows呢 怎么拼呢 两个给你看看 Uban2 大家就在Uban2里面写 Uban2里面写啊 清平啊 Clear清平 Uban2是什么 拼谁了 拼Windows Windows的IP是多少了 Windows的IP 刚才不找到了吗 是要空格哈 192.168.168.1.189 敲回车 这时候呢 看到没有 有岩石 碳岩石就要拼通了 碳有岩石表示了 拼通了啊 拼通了啊 有岩石表示拼通了啊 有岩石表示拼通了啊 一定要做伙伴们啊 有岩石就是表示拼通了啊 没有岩石 那就恭喜你没拼通啊 没拼通 所以看到 这就是Uban2啊 拼啊 这就表明拼通了啊 拼通了 说明Uban2和主机呢 是拼通了的啊 畅通啊 就说Uban2啊 到哪儿 到Windows 这一方向是通了的啊 通 通了啊 通了啊 这是只能测一个方向啊 那这个方向测通了过来 还要测什么 Windows啊 拼什么呢 拼什么呢 拼Uban2啊 Windows拼Uban2 怎么拼呢 第一步是Windows加R啊 Windows键加R键 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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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终端,那终端呢,干嘛呢 就拼,拼谁呢,拼我的Ubuntu 那Ubuntu的IP是多少呢 是多少呢,Ubuntu的IP是 139,139,所以说 这时候你看到没有,拼192.168.1.139 那这时候也通了,TD2 延时小一秒,这表示也通了 这也通了,那双方通了 表示网络才是真正的常通 也通了,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 拼,Windows 拼什么呢 拼Ubuntu,如果一方 能拼通,另外一方拼不通 比如说Ubuntu拼,Windows拼通了 反过来拼不通,那就说明你的防火墙 没关,你的防火墙没关 如果一方能拼通 另一方拼不通,你就把防火墙关了 把防火墙关掉 360给我关掉 世界上最 最厉害的防火墙 最厉害的东西 310,我就加个双引号 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直播客 对吧 对吧,这就拼通了 就网络是畅通的 如果网络不畅通 如果,一定要注意 如果 只能一方 两方都拼不通 两个,那两方都拼不通 恭喜你 你这纯粹的是 网络都没有 网络都没有 只能 拼通 只能拼通一方 只能拼通一方 那表明 表明什么呢 防火墙 防 那就请关掉防火墙 请 关掉 关掉什么呢 防火墙 那防火墙怎么关掉呢 非常的简单 关掉防火墙 那防火墙怎么关掉呢 你打开这个 我的电脑 我持电脑 右击什么呢 属性 持电脑 右击属性 持电脑 右击属性 或者呢 你在这儿收 能不能收到控制变版 控制 控制变版 收控制变版 控制变版 这样也行 收控制变版 搜索控制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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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在教里面 用计算机 我发现 好多同学 连计算机都不太会用 游戏咋玩的 你们游戏咋玩的 你说吧 装个软件 出很多问题 但是要让你们装个游戏 再大的问题 你们都能解决 你说这是为啥 你像有的时候 装游戏那些外挂的时候 我靠 两个都看不明白 你们结果呢 一会儿把它装好了 但一谈到 装学习相关软件的时候 那么就是一路 磕磕绊绊 侃侃磕绊 无法形容 无法形容 好了 那么这个 这个注意啊 那这个大家看一看 这个看看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这刚才不是控制面板吗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单击过后 就出现了这个 出现这个过后 防火墙在哪 在这个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这 在系统安全这 两个给你干嘛 都给你看一下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 他两个 那我把防火墙关掉 我的电脑是不安全 哥们 你的电脑 没有啥 值得 值得 黑客攻击的 除了里面有几个短视频以外 黑客 黑客会攻击你的电脑干嘛 如果黑客攻击你应该开心 哇塞 我的电脑还有这种价值 让黑客关注 对吧 OK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那么这个 单击这个过后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防火墙 是吧 一个防火墙 一个防火墙 前提是要把杀毒软件全部关掉 防火墙 防火墙 防火墙单击过后了 进去过后了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了 这就是有一个什么了 启动关闭防火墙 一定要注意 启动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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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启动关闭防火墙呢 过后了有什么了 两个一点点来 启动关闭防火墙呢 这个地方了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都干嘛了 都给它关掉 都关掉 选择啥呢 这个选择这 关掉 这通通都关掉 这样了 关掉是绝对好事 不关掉 有可能不好事 我只能说有可能 有可能 一定要注意 OK OK 这个呢 就是防火墙 关掉防火墙 OK 那么关掉到防火墙过后 接下来 我们要去访问 怎么访问呢 如果你用的是我的 如果你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我的乌半兔了 其实Samba了 我给你搭好了 Samba我给你搭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 只需要干嘛呢 启动 启动什么呢 启动Samba 服务器 启动Samba 服务器 是什么命令呢 两个给你看看 速度 sambd restart 这就是什么 服务 什么服务 Samba服务 启动 跳回这 123456 密码 这时候呢 就表示了 这个Samba服务器 已经启动了 这就启动成功 如果出现这个 你看到没有 它出现顺序时 先关闭 再重启 那出现了这个 就表示成功 服务器启动成功了 那么这只会启动一次就行了 以后就不用启动了 重启 成功 重启成功 输入 速度 service sambd restart 重启服务 重启服务 那重启服务过后呢 接下来干嘛 就是Windows Windows 访问 访问什么呢 访问 Samba服务器 那怎么访问呢 就是什么呢 Windows加R 还是Windows键加R Windows键加R呢 Windows键加R是什么呢 就是Windows加R 就这块样 那在这里面呢 就在这里面 输入了 Windows加R 并输入了 并输入 并输入 并输入什么呢 输入 Samba 输入Ubuntu的IP Ubuntu的IP Ubuntu的IP 那么怎么去弄呢 给大家看看 Windows加R 这一定要注意 两个反斜杠 反斜杠 192.168.1.139 我的是139 这是虚拟机的IP Ubuntu的IP 注意哈 我给这个图 一个图 结构图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数完了够 敲回车 如果 如果出现 出现什么呢 这个共享时 如果出现这个 那就说明的系统 是新的 新的呢 我 我看一下 我一下忘了 提示 提示什么呢 提示 提示 SMB SMB 1 协议 协议 我看是怎么解决 协议 如果提示 这个功能 如果 就说你的系统 是新装过 没有配过 正常来说 是可以打开 如果提示 以下抽 提示 提示 发现 发现不了 什么呢 发现不了 什么呢 刚才提示 是个什么东西 关了 一下 咋没了呢 提示 跑到哪去了呢 重新 我重新数一下 他放心 他还会有的 这个要解决 192.168.1.139 提示 这个 发现不了什么 发现不了 三把协议 这就说明 说白了你的 Windows Windows没有开启 三把协议 发现不了什么 SMB 那就说明 Windows 说明 说明Windows 说明了 Windows 如果你的有的 那就直接打开了 有的话就直接打开了 我记得 我把密码取消 为什么还 还出来 你的密码无效 你这是啥东西 密码都忘记了吗 不要去取消啥 OK 说明Windows 没有 注意哈 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 没有开启 没有开启什么呢 开启 三把 三把协议 三把协议 那么怎么去解决呢 怎么去解决 好伙伴们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呢 跟着梁哥一步步走 跟着梁哥一步步走 怎么去解决呢 单击设置 第一步是 单击设置 就是这个 设置 单击这个 单击这个 单击这个位置 然后再选中 什么设置 再选中设置 选中设置 我一步步给你解决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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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个电脑呢 也是 因为我这个是用的 温图够 也是新安装的 和大家应该一样的 这时候 单击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的更开心 没有的就略过 有个什么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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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设置过后 有一个什么 应用 有个应用 注意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个应用 大家呢 刻下就是按照 我这个笔记走就行了 按一下这个笔记走就行了 有个应用 我笔记做的很详细的 应用 那应用呢 单击过后了 单击过后 应用呢 单击进去过后 它会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 应该是程序功能 出现了一个程序功能 就是这个地方 单击过后 应用过后了 这边呢 我的是温时 反正你给我找到这个就行了 有个程序功能 找到程序功能 程序功能 那么这个程序功能呢 有一个什么 启动 启动 一定要注意 启动伙伴 启动 启动 启动服务就行了 启动 一定要启动 启动 那启动完了 够了 我们来看一下启动 启动在哪呢 就是程序 启动 那么启动了 它有个列表 有个列表 在这个列表里面 在这个列表里面 找到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381.0 大家看一看 有个381.0 就把它全部勾中 全部勾中 就这个地方找到过后了 往下拖 它会找到这个位置 全部勾上 全部勾上 这个位置 全部勾上 全部勾上 全部 勾上 全部勾上 全部勾上 就OK了 全部勾上就OK了 全部勾上 然后呢 确定 这时候呢 它就会去干嘛呢 就会去等待一会儿 就是小等待一会儿 小等待一会儿 安静的等待 安静的 等待 等待 那等待完了 过后呢 就说是否重启了 它重启才能完成请求 那么 这时候呢 因为两个在直播好 两个在直播好 我就不重启了 不重启了 因为这个东西要重启 要重启 不重启 不重启 那不重启了 你不重启就没效 就是你不重启是无效的 你看 Windows加2 再看书下 192.168.1.139 那么两个呢 重启一下 那么两个呢 就去重启一下 伙伴们 两个呢 就去重启一下 那么 重启一下是很快的 重启一下是很快的 给大家注意 我把视频保证一下 我立即重启 立即上线 大家等我一会 我为啥这么磨叽了 因为你他在不停的拼 如果你不Ctrl C结束 他会一直拼的 超级 不关是不会停的 OK 好了 我接下来呢 就是把我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这个 重启一下 我这个重启一下 说到重启了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重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重启的电脑的时候 不要直接重启 伙伴们 不要直接重启 不要重启 不要直接重启 而是要把你的蓄理机 关掉或者挂起 把你的蓄理机挂起 要保证其他文件 都关完了 保证其他文件 什么呢 都关完了过后 都关完了过后 其他所有的一切 都关完了 都关完了过后了 然后呢 再去最后一步 去干嘛呢 挂起你的蓄理机 挂起你的蓄理机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一定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关完了 最后挂起蓄理机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然后呢 接下来 我结束一下直播